电视剧《前行者》中王志飞饰演的老赵牺牲了 方家树差点搭上性命执行的救援计划功亏一篑 这个叶星成还是够聪明的 能够及时察觉到 老赵根本就没有通过下水道逃离 而是藏身于废旧的汽车车头里 叶星成杀了一个回马枪 负伤的老赵坦然选择自己断后 最后引爆手榴弹牺牲 他临死前想要拉叶星成垫背 但未能如愿 其实《前行者》这不距离 作为杜鹃的方家树 要面对的最大危机 根本就不是来自于76号的 而是来自于身边的人 陶玉玲 老赵 乐严 这三人总能在方家树顾及不到的地方 给方家树挖坑 关键是 最后都需要方家树费尽心力去填坑 方家树应该高低向组织上跪球 能不能换个人 这么多株队友 一个人完全带不动啊 老赵的牺牲 可以说九成是他和乐严的责任 不能忽略的是 在老赵第一次暴露后 叶星成根本就没有锁定老赵的位置和具体信息 叶星成是根据银元和老赵打个照面的 老赵见光了 以后的活动空间就大为受限了 最后还在大街上被叶星成撞见 不被抓就见了个鬼了 话说黄晓明饰演的方家树 可是早就把李正勋取出的三百银元 所存放的具体位置告诉给了老赵的 结果呢 老赵就是拖着不娶 偏偏就是那么巧 在被乐严跟踪那天 他让人去取了 被乐严发现了那枚被子弹打穿的银元 乐严还非要自己拿着玩 说想要留个念想 大晚上的 自己走 在路上非要把玩那个银元 被黄包车师傅抢走了 没有这么多巧合 叶星成都找不到老赵 老赵怎么可能被抓 还有就是 前行者 钟王志飞誓言的老赵 就走唐星如后 其实本质上 组织肯定让老赵跟着一起撤离了 毕竟已经见光了 老赵留在上海太过危险 他又是知道方家树真实身份的人 不然是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当了 可老赵就是没走 还大白天在大街上瞎逛 不就是想再见乐严一眼吗 糊涂啊 极其愚蠢的糊涂 别扯什么亲情难耐 别忘了 他之前已经见过乐严了 他不清楚自己这个时候 越远离乐严 对乐严越好吗 可他偏步 非想着见乐严 结果自己被抓 直至最后牺牲 就是说 感觉老赵不适合做地下工作 抱着侥幸心理 又太过情感用事 还有前行者中蒋星饰演的陶玉玲 也是个麻烦 理解他和老赵之前的感情 在医院听说老赵被杀后 难以自控 把叶星成给打了 当然表面上 他说的是 为了方家树 把叶星成都打猛了 但实际上 以叶星成那么聪明的脑瓜 叶星成回到家只要琢磨一下 就会发现 陶玉玲有问题 陶玉玲失控痛哭 还暴打叶星成 打着的名义可是 陶玉玲见方家树受伤了 接受不了 大骂叶星成为什么不早点杀了老赵 这样方家树就不会遭这份罪了 这爱得多深沉呢 方家树见状 知道陶玉玲可能要坏事 万一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 自己和陶玉玲乃至两个孩子 都要完蛋 不顾崩开的伤口 赶紧跑下床 拉着陶玉玲 争斗之间 陶玉玲还推扫了方家树 方家树伤口都流血了呀 陶玉玲也不管 一会把叶星成打跑了 也不甘心 试问 一个深爱着方家树的陶玉玲 会致一个伤口流血的方家树 而不顾吗 这是要命的细节呀 以夜星成之前的种种反应能力 可以说 此时陶玉玲就闯下大祸了 夜星成可以一直怀疑陶玉玲 和老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 同时陶玉玲和乐岩都因为老赵之死 对方家树有情绪 好吗 方家树可没害过老赵了 老赵更不是方家树杀的 是乐岩和老赵自己作死 始作勇者没有愧疚之心 拿命救老赵的方家树倒成为 食恶不赦的人了 这可真考验方家树的信仰了 身边都是啥人呐 干啥啥不行 搞是第一名 恶心 恶心呐